一只乌鸦闯入鸡圈中,妄图捕杀鸡仔,然而母鸡展现出强大的母爱。 面对这个入侵者,母鸡没有丝毫退缩,反而与乌鸦展开了殊死搏斗。 这场激烈的对决究究竟如何呢?我们一起来看看。 在一处院子里,母鸡带着鸡仔正躲在角落里,他们神色慌张。 此时,母鸡正四处观望,并随时做好出鸡的准备。 不一会儿,母鸡就冲了出来。原来是一只乌鸦闯入了鸡圈,妄图捕杀鸡仔,被母鸡及时发现。 母鸡的突然迅猛攻击,让空中的乌鸦有点猝不及防,它还没来得躲闪,就被母鸡给拽下了地。 然而,乌鸦毕竟是有备而来的,它并没有马上飞走,而是想通过制造混乱寻找机会。 但它还是低估了母鸡的追击能力。 母鸡不依不饶地紧追着乌鸦,并不停地向乌鸦发动攻击。 这让乌鸦倍感压力。 乌鸦只好退回去,停在了铁丝网上。 休息了一会,乌鸦又发动了攻击。 而这次母鸡更加疯狂地捉它,不自量力的乌鸦再次被压制。 这一次,它被母鸡按在倒在地上。 狡猾的乌鸦灵机一动,直接在地上装死,以此来躲避母鸡的攻击。 但还是被母鸡识破了。 母鸡继续无情地攻击乌鸦。 计谋失败的乌鸦迅速起身,张开双翅与母鸡对峙。 母鸡不敢放松警惕,它一边提防乌鸦偷袭自己,一边盯紧孩子们的安全。 乌鸦见没有机会下手,只能暂避锋芒,飞到铁丝网上。 然后打算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吸引母鸡的注意力,然后偷袭鸡仔。 但对于护仔心切的母鸡来说,它每次的追击都没有离开孩子,一直围绕着鸡仔们展开反击。 乌鸦耍得这点小聪明显然不奏效。 此时挂在铁丝网上的乌鸦大口喘气,显得非常狼狈。 母鸡的反扑让乌鸦见识到了厉害,但仍然不死心的乌鸦再次投袭。 没想到这次它成功了,乌鸦逮住了一只鸡仔。 可惜的是,在离开时,鸡仔挣脱了它的爪子。 母鸡迅速上前救援,此举也彻底激怒了母鸡。 只见它对着乌鸦就是一顿疯狂的攻击。 面对凶猛的母鸡,明显不占优势的乌鸦只能拼命地躲避。 在这种形式之下,没有机会下手的乌鸦,这次狩猎也只好无奈地选择放弃。 不得不说,在看到孩子有生命危险的时候,母亲所展现出来的勇猛,真是让人刮目相看,哪怕平时看起来温顺无比的母鸡也是如此。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? 欢迎您在下方评论留言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,我是老谭。 创作不容易,还麻烦各位大哥大姐们帮忙长按点个赞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。 下期再见。